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明镇的比喻科林明镇医师 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介绍肺炎练球菌疫苗 肺炎练球菌是一支非常有名的细菌 它感染人体后可能会产生急性的中额炎 急性的鼻痘炎 感染到下呼吸道有可能是支气管炎甚至是肺炎 感染到脑部会形成了所谓的脑膜炎 它虽然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 但是它对大部分的抗生素都多少会有所谓的抗药性 也因此肺炎一直是国人十大死因中高居的第四位 另外如果得了脑膜炎的话 这种肺炎练球菌的脑膜炎 它的致死力会高达三成左右 所以因为它非常的顽强 我们才会为了它特别去制作所谓的肺炎练球菌疫苗 国内的肺炎练球菌疫苗有两种 第一种是23架夹摩多糖的疫苗 它适用的是在两岁以上的大小孩 还有各个年龄层 那75岁以上我们国家有提供公费的疫苗 它的保护效价大概有七成多 另外一种是13架结核型的肺炎练球菌疫苗 它可以适用在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们国家卫生政策在两岁以下 会有公费三剂的肺炎练球菌疫苗 那它各个年龄层也可以施打 而且保护效价有达到九成以上 也会建议大家去施打它 最后一个观念 虽然打任何疫苗都没有百分之百有效 而且效价会随着时间稍微减退 但是它仍然是目前医学最安全有效的预防方法 谢谢 祝大家健康 感谢观看